如何让你的扫弦节奏变得更好听,变得与众不同呢? 这节课咱们来分享一下具体的练习方法 来看这两个节奏型 第一个,前八后十六 下下上下下上 第二个十六分组合 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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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两个节奏型也经常组合在一起 那就是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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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我们在扫弦伴奏的时候 可以随机的把这些扫弦箭头的方向给它改变一下 比如说咱们一首歌曲的伴奏 大部分用的都是这个节奏 下下上下上下上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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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主歌与副歌部分 咱们给它变换一下箭头方向 变成下下上下下下 你就会有一个递进的感觉 你也可以把这个下上下上变成下下下上 下下上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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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上 但是这种改变箭头的做法 绝对不能在歌曲里面频繁的出现 不然它就起不到节奏加欢的作用了 如果你的歌曲需要特别强烈的感情推进的话 你甚至可以把下上下上变成下下下上 三个下一个上 下下上下上下下上下下下下上 如果你的实力允许也可以在适当的节点 把这个16分扫前增加上一个32分音符 当然了前半后16也是可以改变剑头方向的 最基础的就是给它全变成下扫 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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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也可以把这两个16分扫前剑头互换方向 给它变成下上下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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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下 上下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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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下下上 总之咱们在学习扫闲的时候 不要古本一定要敢于去尝试 但是改变剑头方向的这种做法 绝对不能频繁出现 物以稀为贵 用的太频繁了 听着就不那么美了 OK今天的视频内容就非常热解 赶紧回去拿起你的吉他 把那种曾经一个节奏扫到底的歌曲 在适当的节点改变一下它的剑头方向 我相信它听起来一定会更精彩的 我是玩的吉他 专注于灵技术 吉他自学 现在分享关注视频 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